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分析这一张女青年歌手这一个肖像素描作品 这个作品的构成呢,有几个因素 首先是人物的动态,然后呢,人物的表情 然后它不只是说一个简单的头像那样子 它还包括了前面这个麦克风以及手部的这个动态 几个组合来构成这一个素描的整体 那么这一张画侧重点是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人物脸部,因为这是一张照片 我们在画照片的时候容易呢,把人物画得比较平 那这一个照片我在处理的时候呢 主光的加重了这一块暗部的颜色 让光的感受呢,从左边过来 那这张原作品呢,原照片呢,这一块是比较亮的 因为我们在拍照的时候,现在三页照片呢 经常会有补光灯,会让整个脸呢都比较白 但是我们在画素描的时候 要抓住主观线,自己去观察整体的明暗交界线的这个脉络的走向 主观去处理,会让画面更加好一些 那么其次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体积感,脸部的体积感要塑造到位 并不是说针对的小的地方的肌里去画 而是比如说,人物因为表情之后,产生这颧骨的位置的一些肌肉 鼓起来的感觉,眼球鼓起来的感觉 那么鼻子,它是比脸部要高一些的 那种体积感,以及呢,嘴巴的整个左右的圆柱形的感觉 这是整体要把握到位的 头发呢 关键处理的是它的边缘线 边缘线的感觉要画得够虚 然后要有一些松散的感觉 来跟前面这些比较紧凑的感觉产生一种对比 那就会有空间感 然后人物的麦克风这里 因为它在人物的前面 脸部的前面 所以呢,要在处理的时候呢,要跟脸部拉开 所以我们在画这个下巴的位置的时候呢 应该要捨去一些内容 然后加强这个麦克风的这种对比的感觉 但是我们又不适合在麦克风那里去刻画太多 那么只是说通过大的色块 大的黑的颜色来对比出来这种感觉 然后呢,前面这个手也是比较重要的 可是我并没有多画 首先是这个手呢,作为一个动态的表现 有做到位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没有太多的去刻画它 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张画整体的刻画深入程度呢 并没有那么到位 所以这手部的表现呢 最重要是它的结构的形体 然后不要去画太多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好,这一期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下一期继续帮大家分析